你是否曾听说过黑童少年这个都市传说 据说他们是一些展现普通的 6到16岁之间的小孩 他们的眼睛是全黑的 没有任何眼白和瞳孔 他们会出现在你们的门前或者路边 用一种平静而诱惑的声音请求你的班主 如果你拒绝了他们 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硬和威胁 他们最主要的两个特点 少年与黑童 这个让人感到既可怜又可怕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关于黑童少年的故事 大家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笔纳不住 旁边是灵异调查员小仙 大家好 关于黑童少年的报道的起 各方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一些报纸报道称黑童少年的故事 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更多的资料来源表明 黑童少年最早应该是来源于 199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记者 布莱恩·贝瑟尔 在一个社交媒体讨论群中发布的故事 其中提到了多次非常恐怖的黑童少年遭遇事件 但这一次我们截取他第一个故事 1996年的一个寒冷的夜晚 布莱恩在一家电影院外面停了车 准备手写一张支票给他的朋友 他刚拿出支票本 就听到了一阵敲击声 有人在敲他的车窗 他抬起头 看到了两个男孩站在他的车盘 一个看起来大约有9岁 另一个大约是12岁 他们穿着很破旧的衣服 头发凌乱 脸色苍白 此时布莱恩不太能看得清这两个少年的脸 因为天气很寒冷 车上有雾 布莱恩觉得就很奇怪 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两个孩子是从哪走过来的 也没听到他们的脚步声 他想可能是由于他太专注于写支票了 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动静 布莱恩犹豫了一下 然后按下车窗 把车窗户降了下 他问两个男孩 你们要啥呀 两个男孩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用一种平淡而机械的语气说 外面好冷 你让我们进车里暖和一下可以吗 布莱恩觉得这个请求很奇怪 因为这个点虽然已经很晚了 但是周围呢 还有很多店铺是开着的 于是他摇了摇头说 对不起我不能让你们进来 你们最好回家去吧 找你们的父母去 说完呢 他就想把车窗给关上 那这个两个男孩并没有放弃 他们开始变得更加强硬和紧迫 大一点的那个说 我们没有家可以回去 我们只是想暖和一下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 小一点的那个说 是啊 我们只是想暖和一下 你不用害怕我们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这个时候 布莱恩感到一阵寒意从背后升起 他觉得这两个男孩的说话 反正很不自然 好像是在背诵一些 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这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 这个时候 布莱恩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说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帮助你们 你们应该找你们父母或者警察 说着 他又想把窗户给完全关上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男孩突然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他们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片深邃而黑暗的空洞 就像是空洞一样 吞噬一切所有官和生命一样 布莱恩被这双黑色的眼睛惊戴了 他感到了一股无法言语的恐惧和压迫 好像他的灵魂就要被这两个男孩的空洞的眼神吸走一下 他本能的想逃跑 但是他发现自己动弹不了 就像被那双眼睛控制了一样 这个两个男孩似乎也察觉到了布莱恩的惊欢 他们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露出了尖锐的牙齿 大一点的那个说 你不能逃走 你已经被我们选中了 你必须让我们进去 否则你会后悔的 小一点的那个说 是啊 你必须让我们进去 我们只是想和你玩玩而已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只要你听话 布莱恩感到一阵寒气 从头顶直到脚底 他觉得这两个男孩不是人类 他们想要进入他的车 是为了做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布莱恩拼命的阵仗 想要摆脱这双眼睛的束缚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 终于把手从门把手上拿开 然后猛的把车窗关上 这个时候 两个男孩发出了愤怒和失望的嘶吼 用力的拍打着他的车窗 使徒把他们打碎 布莱恩赶紧发动了车子 踩下油门 想要尽快的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当他从后视镜看下原来的地方的时候 发现那个地方空无一人 这个就是布莱恩发布的第一个 关于他遭遇黑童少年的故事了 其实在很多资料里面 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黑童少年的遭遇事件 几乎结局都是打开门 让黑童少年进了门的人 都在不久后死于非命了 或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故 比如说下面这个故事 就是关于于对老夫妇遭遇黑童少年的故事 最终老夫妇不幸遇难了 那是一个连续下了好几天大学的夜晚 当天晚上凌晨两点多 两位老人正沉浸在梦想中 突然被楼下传来的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老人揉了揉眼睛走到窗前向外望去 想看到底是谁这么往来敲门 他没有看到任何车辆停在外面 也没有看到任何脚印留在雪地上 但是他看到两个孩子的身影 站在他家门前的小路上 他皱了皱眉头 慢慢的走向楼去准备开门 妻子呢也跟在他身后下了船 但这个老人打开前门的时候 他仔细打亮了一下 站在门外的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 都穿着老式的衣服 留着传统的发型 他们没有直视他的眼睛 只是低着头 这样显得很不自然 男孩开口说话 声音缓慢而平淡 说他们的父母要来接他们 并问他们是否可以进屋里 来避一下雪 避一下寒 他们没有说清楚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老人呢心里也有些疑惑 但是他的妻子 却很快的把这两个少年呢 从外边拉进了屋 毕竟老人对小孩还是有亲近感的 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走进了客厅 让他们坐在沙发上 他拿出一些饼干和牛奶给他们 并试图和他们聊天 然而这两个孩子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动手吃喝 也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 他们就那样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老人也跟着进了客厅 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他觉得这两个孩子身上有一种让人不安的气息 但是他却说不出来是什么 直到这位老人注意到了两个孩子的眼睛 那是一双完全黑色的眼睛 没有任何观泽和生气 也没有可以辨认的瞳孔和红膜 就像两个黑洞一样 老人感到了一阵悬晕和恐惧 他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当他倒在扶手椅上的时候 他的妻子看到老人的鼻子里涌出鲜血 他的妻子惊恐的尖叫起来 冲向厨房拿出一条毛巾 想给老人止血 就在这个时候 房子里的所有的灯突然闪烁了几下 然后就熄灭了 整个屋子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在黑暗中 一个声音划破了沉寂 小女孩宣布一样的说 我们的父母来了 两个小声音就从沙发上站起来 消失在了前门 那位老人的妻子想要阻止他们 但是他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推开了 老人的妻子摔倒在地上 感到一阵剧痛 老人的妻子还是挣扎的爬起来 摸索的走到窗前向外外去 他看到外面停着一辆黑色的经典美式汽车 旁边站着两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 他们同样没有脸 只有黑色的眼睛 他们把两个孩子带上了车 然后开走了 老人的妻子呆呆地站在窗前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他感到一阵寒意从脊骨里传了出来 他转身想去看看他的丈夫怎么了 就在这个时候 屋子里的灯全部重新亮了起来 但是这种邪恶的败犯所带来的影响 并没有随着灯关的恢复而消失 在事件发生后几个月里 这对老夫妇继续遭受着头晕和流鼻血的折磨 不仅如此 老人随后就被诊断出患有皮肤癌 而他们家养的四只猫 有一只被发现死在孩子们坐过的沙发上 死因是失血过多 而另外三只猫则干脆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类似这样的黑童少年目击事件 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有报道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 下面两个故事就来自于百度贴吧 第一个故事来自百度贴吧空山军的一个帖子 他写了一次国庆节假期期间 遭遇黑童男孩的事件 那一年他记得是国庆节假期的第四天 楼主和家人趁假期去周边景区玩 景区的名字叫做黑龙滩 他们是早上9点26分出发的 楼主一路上都在睡觉 只是模模糊糊的听到父亲和其他人交谈声 突然楼主被一阵异暗的感觉给惊醒 他睁开眼睛 看到车窗外有两个大概14岁的孩子 他们穿着黑色的卫衣 下身被车门挡住的看不到 卫衣的兜帽戴在身上 遮住了大半沾脸 他们的五官看上去特别像是欧洲人的那种五官 很立体 所以让楼主好奇的都看了两眼 然后他就看到了那双漆黑的没有眼白的眼睛 像两个空洞的黑洞一样 他还大致记得自己父亲和那两个孩子对话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的 那两个少年说 叔叔能不能打我们一城 我们去黑龙滩 楼主的父亲说 就你们两个小孩子吗 少年说 他的楼主父亲说 没有家长的话 叔叔不会带你们走的哦 那两个少年说 你必须打我们 楼主的父亲 为什么 这个时候那两个少年感觉有点急躁 他们大声的叫道 我们有急事 楼主表示这段话他记得非常清楚 他注意到少年说话的口音很奇怪 全是标准的普通话 没有任何地方的口音 当父亲拒绝了他们搭车的请求的时候 少年的态度从礼貌变得有些强硬 甚至想强行一扇车 父亲赶紧关上了车门锁 启动了车子 少年有些气愤的踢了他们的车子一脚 然后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他觉得那种力度绝对不是一个14岁少年能有的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同样来自百度贴吧 楼主的名字叫做OK小黄瓜 他写了自己的一次诡异经历 楼主在帖子里面表示 那一年那是他写帖子的一年前的一个中午 他想去坐公交车回家 正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女孩 女孩好像也想横穿马路 女孩下身穿着蓝色的牛仔裤 这很普通啊 扇身衣服的颜色他已经忘记了 但他确实的记得那个女孩是短头发 大约20岁左右 楼主一开始并没有在意 不过他觉得这个不过是一次无意的碰巧而已 就是那种巧合在路上 不过无意间他碰巧看到了那个女孩的眼睛 楼主被惊呆了 那个女孩的眼睛没有任何眼白 只是一片漆黑 楼主被吓得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五秒钟没有眨眼 但他艰难的眨了一眼想再看一下那个女孩的时候 那个女孩却已经消失了 楼主还记得那个女孩还有一个同伴 同伴上身穿着白色的衣服 砸着马尾辫 但是在楼主的记忆里 那个女孩的同伴并不是黑瞳的 是有眼睛的 整个事件最让楼主记忆深刻的 除了那个黑瞳 就是那个黑瞳女孩的微笑 那个微笑是他见过的最美的 让他想起了自己女朋友的微笑 但是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没有眼睛的黑瞳女孩会对他微笑呢 为什么他的同伴又不是黑瞳的 为什么十字路口那么多人 但好像除了他看到 注意到这个女孩是黑瞳以外 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的 或者大家是都看到了 但是不觉得这是件怪异的事情 其实关于黑瞳少年的事件还有很多 不过所有事件都有一个很奇怪的共通点 就是几乎所有的目击事件 都只停留在文字叙述上 在Reddit论坛上声称 曾经预见过黑瞳少年仍然可谓比比皆是 而极少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些黑瞳少年的真实存在 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大部分 关于黑瞳少年的实体图片 其实都是经过PS技术修图得来的 并非真正的真实的黑瞳少年的照片 或者影像 总结一下大多数声称自己遇见过黑瞳少年人所记录下的文字 这些黑瞳少年经常试图说服受害者准许他们进入家中 或者搭讪便车以避免某种不确定的危险来临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违背自己的危险判断 同意这些孩子的要求即使自己感到了不安的情绪 如果你发现他的眼睛是全黑的或者拒绝了他们 他们会恼羞成怒 坚持要求受害者服从命令 这些经济虽然五花八门 但是其实都无法解释这孩子本身的起源 有时他们被认为是失踪或者被谋杀儿童的灵魂 有的则被认为是厄运的前兆或者厄运的孩子 如果黑瞳少年是真实存在的 我当然希望他不要来到我们任何人的身边 我唯一能告诉你们的是 如果深夜听到有人不停敲打你们的门窗 打开你的手机做好拍摄准备 但是请紧闭门窗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网友人在入市 啥 我们住的都是楼 那不更可怕吗 如果有一个人现在在外面敲我们的窗子 你觉得是不是更可怕 对啊 那个就第一时间你就会引起警觉了 就不容易被骗了 就可能不是人了 对啊 对啊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